我進入警戒是在民國72年 第一個單位是在我們的交通大隊 那交通大隊其實他可以到各地出去做巡邏 藉由因為這樣的巡邏 我認識了新北市口卡片的調閱工作 也是我的巡人工作的一個前哨善 因為在這段期間越人無數 這些的經歷在尋找失蹤人口的時候 它變成是我最佳的一個後盾 開發的資訊系統 其實猶如我們警察人員的牽手官員 龐大的資料一定有一些蛛絲馬跡可以核對得出來 不一定每件案件順利 要細心愛心耐心同意心 把這些案件當作自己家人來看 用教育的狀況 能夠把一些血型的一些種子散播出去 而不是只是在某個目的裡面只是一個編號 這些教育傳承 這些種子散發到各地之後它能夠萌芽 這些獎項只是鼓勵跟肯定 這些可能就是我一輩子的回憶 它不是一個終點 它應該是能夠誘發更多的同仁 能夠找到一句一句的 讓懷疑研究所2800多具的個案 能夠一一的回到他們溫暖的家 像我最近也有民眾就跑來 不管怎樣我就是要找到我爸爸 雖然我知道牠已經十幾年就是不見了 但是我還是希望牠能夠回家 我能夠把牠的骨骸讓牠入我們家的宗旨 讓牠我們如果拜拜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去祭拜牠 所以就是大家的心願 在這樣子的服務民眾狀況之下 我會覺得說我工作的狀態像螞蟻 但是我的心情像蝴蝶 因為我覺得很快樂 因為我覺得我幫助牠們 讓牠們可以該團圓的團圓 讓牠們該落葉歸根的可以落葉歸根 所以先住的是永恆 這個地方就是非常的有人文氣質 我那時候買菜也都會在冥想市場買菜 所以才因緣際會認識了這個三小五寮 種竹筍他們這對夫妻 那牠們很多菜都是從山上來的 所以我會愛上牠們的菜 我們年底即將通車的三環六線 高鐵 台鐵 捷運全部都在這地方 我們民眾我們要出去到各地旅遊 搭車非常的方便 新北市對我來講已經變成是我第二個家 很熟悉的環境讓我很安全 100年那時候就開始上花了一段成的起舞 這個地方看牠從無到有 到現在這麼精進 整個氣氛氛圍都非常的棒 最大支撐的力量應該來自我的家人 讓我沒有後顧自由 我先生也很支持 我先生都跟我講一句話 失蹤寫醒是一個能板凳 因為它不是所有自然工作的一些範疇 如果你想要把能板凳做熱 你就要改變你的心態 你就要接受它 給我那種支撐 那我覺得說 我在這個路上 我必須求證 求職 求好 理性比較信心 各方面在看待事情 可能是它本身那種敏感度 我會有一個是女兒的心態 是一個母親的心態 這個孩子不見了 媽媽心理層面內的感受 在比較柔性的一滑這些力量 幫助民眾 服務他們 讓他們能夠盡速回到家中 New Taipei Women Power